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一位懂孝子 一种包容 一种宽容 一种智慧 圆节永台 百善孝为先 两岸血浓与水一家亲 孝顺 从我们年轻人身体力行开始做起 这汪湖水 名叫瓷湖 这栋建筑 名为三孝堂 这处院落叫做忠义孝替 在这座青砖带瓦 流水潺潺的千年古镇 还有瓷孝馆 三娘井 贵阳石等许多与瓷或者孝相关的地名和遗迹 甚至这座古镇的名字里也含有瓷字 它就是江南水乡闻名辖尔的瓷城镇 瓷城这个名字来源于东汉时期董岸极水奉母的孝子故事 董孝子的故事简单说是这样的 她和她母亲相依为命 她的母亲提出说家里的水不好喝 要喝三十里外的大饮溪的水 她心甘情愿地到三十里外去挑水 来来回回挑了好多次 接下去她又想出了个好办法 搬到三十里外的大饮溪去居住 这样她母亲就能很方便地喝到水了 她母亲心情舒畅 那么母亲的病不久就好了 据史料记载 辞成古名句章 唐朝开元年间 县令房管为董岸极水父母的故事所感动 就把县名改为瓷溪 后来演变为现在的瓷城 这里的每一处山水 每一条街巷 每一块砖瓦 都深深烙印着瓷孝文化的印记 在瓷山笑水间长大的宁波人 早已将瓷孝二字捐刻尽悠悠岁月 铭记在灵魂深处 2012年 吴雅文从台湾来大陆创业 如今在宁波经营着一家月子会所 三四年前 她和一位江苏小伙洗劫连礼 定居宁波 和婆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每天这个海峡两岸家庭 笑声不断 其乐融融 那当时也会像大家一样 会担心说会不会 尤其比如说语言或是文化 或是饮食上的口味 会不会不合 那我觉得说 事实上我们住在一起之后 都挺融洽的 胡雅文说 台湾也非常重视词校文化 在学校里 学生们从小就受到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胡雅文看来 婆婆是自己在大陆的第二个妈妈 是最挚爱最亲密的一家人 工作之余 她会带婆婆逛街 帮婆婆染发 想方设法给婆婆制造意外的惊喜 相处三四年 婆媳之间没有发生过矛盾 婆婆对这个台湾儿媳 感到非常满意 我孙女两周旭的时候 拍了照片 我好像戴了一个耳宽 她看我笑得很开心 很喜欢的样子 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就跟我把耳宽给买回来了 这个是我去感动的 逢年过节 她都要发个红包 买衣服 反正我这个媳妇 从理性来讲 我是 人家说是一百分的满意 我是一百五十分的满意 胡雅文说爱是双向的 她对婆婆关爱 婆婆同样会加倍疼爱自己 由于疫情和创业等原因 胡雅文三年没能回台湾探亲 尽管没有特意表现出来 但是胡雅文想念故乡的思绪 还是被婆婆察觉到了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那我们家里也准备了一些 台湾特色的一些调味料 甚至我们阳台还种了一个 九层塔 对 就是一些很特色的这种香辛料 然后去研究一些台湾菜煮给我吃 这种点滴我知道之后 我就觉得很感动 慈与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作为全国首个中国慈孝文化之乡 和慈孝文化研究基地 宁波市江北区以慈育子 以孝传家的慈孝文化 远远流长 底蕴深厚 从2009年开始 已举办13届中华慈孝节 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台商毛宝庆先生和曾盛明先生 分别荣获第一届和第二届 当代中华十大慈孝人物称号 对引领全社会崇尚和践行慈孝文化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中华慈孝节齐名的 还有婆媳文化节 2011年至今 凤华已举办十届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 并且评选了十家婆媳 永台姐妹殷杰结缘 交流频繁 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情 通过十家婆媳 评选 畅谈 家风 建设 共序 家书的情怀 共享两岸女性创业的故事 不仅促进海峡两岸婆媳的和谐 家庭的幸福美满 更是传承奉扬了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 婆媳文化节可以说是两岸交流的一个成功样板 近年来 明波充分利用与台湾相近的习俗文化 举办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泳台交流活动 向山妈祖如意信俗 雪豆山弥勒文化节 永台音乐文化交流 永台桃花马拉松 九龙湖马拉松 两岸共跑212 海峡两岸体育舞蹈国标舞公开赛等 密切的人缘交往 频繁的文化交流 使永台两地增进了解 加深有益 说文解字 这样解释词与孝 词 爱也 由上对下的词爱引申为仁爱和善 孝 善是父母者 即尽心奉养并尊敬父母 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认为 百善孝为先 孝为德之本 孝道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寺明苍苍 摇水泱泱 慈孝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 也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坚守 永台两地民众知慈孝 行慈孝到扬慈孝 让根植于中华土壤上的慈孝之光照得更远 慈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精华所在 在两岸拥有最广泛的文化论统和价值论统 宁波市慈程镇被命名为中国慈孝文化之乡 宁波连续举拜多届的中华慈孝文化节 和两岸博蝎文化节 涌泄了许多两岸家庭的慈孝故事 可以说 慈孝文化在营造和谐家庭 促进融合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时代弘扬传承 慈孝文化要在知慈孝 行慈孝 养慈孝 建立机制平台 创新形式 丰富内海 动员更多的两岸民众 尤其是台湾青年 参与词孝文化的交流 下部我们将以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为重要纽带 推动宁波台湾两地文化交流合作 通过文化交流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 越走越轻 越走越好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合层是两乡 同根同源一家人 永台携手续华章 宁波制定出台80条会台措施 为定居于宁波的台胞 在学习、生活、就业、创业 提供与宁波居民同等待遇 让更多抬起台胞 安心扎根宁波 共享发展成果 把宁波当作第二故乡 两岸投原 血脉相承 永台同胞心怜心 相亲相爱一家人 宁波是希望之城 选择宁波就是选择希望 宁波是幸福之城 选择宁波就是选择幸福 我也为宁波点赞 宁波等你来 我在宁波等大家来 收藏古今 港同天下 永台同心 文化歇息 宁波欢迎你 我们在宁波等你来 我们在宁波等你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